劉慧卿議員 主席 我發言是支持馮劍基議員 動議現席議會 這幾天 無論在議會內外 也有人問 你是否真的想做議員 有些人也覺得 我進來這個議會做甚麼 主席 如果我們繼續這樣搞下去 除了撕裂香港 你亦令很多香港人 尤其是 在外面很多的年青人 在看這個節目的年青人 會覺得 從政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我做了這麼多年議員 我們一向都是很希望 盡心盡力 去看當局提出的建議 現在就變成這樣 尤其是你老人家 令到我們財委會 面目無光 是有很爭議的事 其實我們議會就是要處理很爭議的事 處理一些矛盾非常之尖銳的事 去顯示議會是有這個能力 是有這個包容心 大家一齊去 很文明地去處理 但在你和有些同事的手上 是將我們財委會 好像變成一個猴子戲一樣 有規矩又不守 我們的秘書處 我作為行管會成員 我是很疼愛他們 他們是很專業 很獨立 很客觀去做事 但為何會被議員批評 一分鐘 是變出這麼多秒的呢 我希望秘書長 法律顧問和所有被書處的職員 都要明白 無論我們有多少的政治紛爭 你們是要謹守崗位 要獨立專業客觀 為議會為香港服務 不要令到議員和香港人失望 所以當有主席有些什麼人要做些事 是違反了的 你沒有理由幫他 陪他搞的 如果是這樣 你就賠上了你們的聲譽 我希望我們就算不在就快 但我們的秘書處 都會繼續 令議員 令市民很尊重 繼續為議會做事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事 不會再發生 亦都會有一個很清楚的解釋給大家 在來 感谢观看